接下来是不管足迹到哪里 永远都有新闻的全球首富马斯克 我们今天就有两则跟他相关的报道 他在48小时之内旋风市到中国访问 6月1号上午结束 他一天之内连续见了商务部部长 工信部部长 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一直跟高官在会谈 傍晚他选择跟车用的电池大厂 宁德时代的董事长共进晚餐 吃完饭飞到上海 视察上海超级工厂 其实一般人都看 特斯拉这一次是希望中共能够点头 把上海厂的扩产计划付诸实行 然后提升产能 但马斯克这趟访问相对安静 他没有在中国禁用的推特上发任何推文 也没有公开声明 看起来他是鸭子滑水 配合中国的竞技 希望扩产计划能够如他所愿进行 现在还不知道 在马斯克之后 下一个访问中国的重要晶片商 有人说很可能是回答的黄仁勋 随着引擎轰鸣声响 载着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专机滑向跑道 为他这趟三年来首场中国快闪访问 画下据点 不到48小时的中国行 马斯克除了拜会大陆外长秦刚外 跟先后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以及工信部部长金壮龙展开会谈 31号傍晚还与电动车电池重要供应商 中国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 在北京顶级商务会所华府会共享晚宴 曝光的菜单可以看到满满的马斯克与特斯拉元素 媒体推测两个人可能在晚宴上就电动车零件供应 以及在北美合资电池工厂等议题深入讨论 宴后马斯克搭飞机飞上海 视察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这是马斯克在2020年1月出席上海厂生产的Model 3 首次新车交付仪式之后 相隔三年重回上海厂 一现身他就获得员工热烈欢呼 顶着满脸的胡渣 刚刚重登全球首富宝座的马斯克 虽然看起来精神略显疲惫 仍然积极为自家员工加油打气 并且与满场员工合照 结束上海工厂视察之后 马斯克1号上午踏上回程 整趟中国行与过往最不同的就是 马斯克不但在自家推特上安静无声 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反而是大陆网友讨论异常热烈 大陆官媒更积极引述 马斯克与中方官员会谈内容 马斯克赞同美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 感谢中方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特斯拉上海工厂提供的支持和保障 赞扬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愿继续深化互利合作 实际上从大陆解封以来 也有不少跨国企业老总再次踏上中国 包括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辉瑞执行长博尔拉 以及福斯与宾士等跨国车器的CEO 这回马斯克的到访只能算是其中之一 因为接下来还有大咖 全球最大市值的晶片商NVIDIA的行政总裁 黄仁芬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法称 黄仁勋这次的中国访问 计划拜访多家中国大陆的龙头企业 包括腾讯与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 理想汽车 以及正在研发智慧型电动车的手机生产商小米等 尽管因为行程还没有敲定 访问细节可能有所变动 但是在当前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禁止晶片商向中方出售 最先进AI晶片组的情况下 NVIDIA一方面调整产线 继续向中资企业出售符合规范的晶片 创办人黄仁勋又计划亲自访问中国 展现对这块占自家五分之一营收的市场 绝不轻易松手的态度 美国商会也认为这些访问反映出 即使两国关系紧张 中国仍是重要的市场 然而尽管外商来访步伐不断 但中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明显疲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机领云指数 PMI较上个月是下降了0.4个百分点 至48.8% 那么是连续三个月下降 而且是创下了五个月的新低 反映服务业的非制造业PMI 也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五月份来到54.5 虽然在融库线50以上 仍属今年一月以来的新低点 而房市与车市五月表现也都不理想 百大主要城市的新屋价格 由升转叠 汽车销量也比上个月下跌约6% 结束过去四个月的上升趋势 学者呼吁当局能推展更针对中小企业的宽松财政政策 来拉动民间投资并且刺激消费 或是透过减税来推动经济 原材料的成本下跌了 如果有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会选择扩张生产规模 连锁效应其实都会在 其实可能到第三季 可能会有一个转机 尽管跨国企业老总频频到访 表达对中国市场的期盼 但在内部动力与信心 还没有显著提升下 能否充分展现拉抬效果 还需要时间证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